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宇宙与太阳系 上次我们提到了航海家计划的太空船正要离开太阳系 但是你知道他们还要走多远才会遇到下一个星球吗 原来他们还需要走266,875个天文单位才会抵达 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也就是比零星 根据航海家飞行的速度来看 那就是还要再走77000多年 你可以想象这个空间是多么的空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叫做太空的原因 真的是太空了 对于这么空旷的地方 星球跟星球之间的距离这么的远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用所谓的天文单位 甚至是公里或者是公尺 那根本是很难去描述啊 就像我们在测量小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卡纸 用毫米当成单位 那测量腰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改用公分为单位 测量一间房子的时候 则是用公尺为单位 那么测量星期间的距离 我们要用什么为单位呢 这里首先我们先介绍 目前科学家认为宇宙中跑得最快的东西 那就是光 光速呢 是每秒30万公里 也就是每秒3亿公尺 或者说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 那么光所走一年的距离 也就是光年 一光年就是9.46乘以10的12次方公里 事实上也就是63,240 AU 好我们是用光年来看 所以太阳系到比零星的距离呢 就是4.22光年 这样子看起来数字有没有清爽一些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太阳系所处的银河系 银河系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天空所看到的银河 只是因为我们所占的位置 是银河系的边缘 所以看起来银河就像是一个长条状 但是如果从银河的上方来看 就像这张图一样 其实是一种螺旋的盘状 它的质境有多少呢 大约是10亿到18亿光年之间 如果从银河系的侧边来看 银河系就像是一个扁平的荷包蛋 中间稍微突出 接下来我们看看整个宇宙 事实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宇宙的真实大小 因为许多更远的星系 它的光线根本就还没有传到地球上面来 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 那么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有多大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大约是910亿光年 也就是91后面还有9个零这么多的光年 这个银河系当中大约有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好了我们回头来看看 银河系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点 太阳系又是银河系里面的一小小的部分 太阳系里面包含着地球在内的八大行星 还有小行星带 当然还有卫星 有些行星里面还带有大小数量不等的卫星 以上就是宇宙与太阳系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